我想习近平宣布对贪腐零容忍, 他这个态度是对的,应该不可以容忍贪腐, 但是他想全部缩清大陆的贪腐, 我们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为何说不可能呢?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这是制度的问题, 贪腐的产生就是由于权力不受监管, 就是权力受不了监督, 而权力过度膨胀,过度集中, 就是有权的人很多东西都可以为所欲为, 而老百姓就不可以出声, 甚至上访都不可以了, 再加上没有第四权,就是没有新闻自由, 媒体不监督, 那你只是靠一个中纪活, 中央纪律委员会, 只是靠习近平, 你怎么可以监督这么多的官员呢? 这个是没有可能做得到的, 而且中央纪律委员会, 那些人很多都是贪腐的, 就是你去检查贪腐的人, 你本身是贪腐, 这个是一个人性和一个制度结构性的问题, 可以举例到明朝朱元璋, 朱元璋对贪官也是零容忍的, 查到谁的贪腐就是杀无赦的, 他在他的手上杀了很多贪官的, 但是明朝朱元璋一样是贪污, 一样蔓延,蔓延到最后明朝的末年, 又是全国家贪,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人的意志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问题, 这个是制度的问题, 贪腐就是由大陆那种体制造成的, 所以你如果想贪腐, 真是零贪腐的话, 你学西方的体制, 但是你又不肯学, 你学北欧的国家有哪个人会贪腐? 哪个官年贪腐? 是没有的, 你只要不要学北欧, 就先学香港以前廉政公署发挥作用的时候, 香港的贪腐都减得很低, 因为它有监督, 媒体的传媒可以去查你, 可以查你官员的财产, 官员的行动, 可以监视官员每一天见哪个人, 做什么事, 还有一个违避的程序, 我们叫做程序正义, 有些事是要违避, 这些事大陆统统都没有, 你怎样做得到真正的宿称贪污呢? 所以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他的对手, 所有贪腐官员都是他的对手, 但是所有贪腐, 他有些甚至是他自己的亲信, 他自己带出来的人有些人都贪腐, 你不能够将贪腐的人完全都归纳为江派的, 不可以完全将所有贪腐的人都归纳为江派的, 我讲回刚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如果习近平真的想中国的官场清廉, 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说, 人民要有监督权, 媒体要有监督权, 所以这个结构要有所改变, 但是我看不到他会愿意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我看他现在走的路还是依靠强力, 依靠中央紀律委员会, 依靠他个人, 那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少的, 当材料下面的材料能够送得到, 那习近平的已经是百宗无一, 千宗无一, 不是百宗无一, 可以送得到上去, 所以说你可以是反到一个, 就是走了九个, 我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觉得在中国的, 目前的政治大道底下, 贪腐就是会持续的, 你现在回到大陆做事了, 我想你如果不送钱, 我想什么事都办不通, 他就选择性贪腐了, 你站在他那边队那些就不去查, 其实查在你个个人都有事, 这个站队不是站在他那边, 他发觉你对他有不满的, 他就去查你, 一查就个个都查出来了, 这个几乎你说要查那些官, 几乎没有一个, 可以查不出材料的, 我相信, 我想以十大朝开之前, 他可能还会有些人会录马的, 这个可以说他可能是会达到 这个杀鸡警候的目的, 就是等他开以十大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杂音,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目前看不到材料, 不过我看到一个就是说, 大陆的网传, 不是网传, 就是说通知各个机关单位, 要把温家宝前总理的相要撤下来, 不准卦了, 于是网上有些人就讨论是否会移动到温家宝呢, 我觉得是机会不大的, 我觉得因为温家宝, 他不是那个性格, 不是属于一种可以激烈和你面对面抗争的人, 他只不过他表达自己的看法, 表达他的观念, 他都是很远转, 我觉得是不至于搞到那么大, 那你说如果管温家宝, 他本身说他贪腐, 你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说他贪腐, 你说他老婆, 说他的子女利益输送, 那你证据都不容易拿, 那你说管老婆管子女管得不要, 那你个个大陆任何高官, 我觉得是管不了老婆管不了子女的, 几乎是, 没有就没有那么多人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还有那么多高官的子女, 还有老婆, 或者二奶, 去了美国, 是吧? 个个都没有办法管得严, 就是连毛泽东, 这么厉害的人, 他管他身边的女人, 他都管不了, 都是管不了, 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的, 不过前一段时间就因为, 邓炳强太过高端, 我自己都说过他太多话了, 其实他在他这个位, 就不适宜时时都站在前面, 不适宜出现什么事, 自己对着镜头说话的, 他应该是比较需要沉稳的, 需要沉稳, 因为他手下还有警务署, 还有入境署, 这些部门都不适宜高调的, 面对这个媒体去陷陷而谈的, 我觉得, 所以他少点出来, 少点出镜对他有好处,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 他知道他没有关系, 但是孙力军在位的时候, 肯定对他们有影响, 不可能没有影响, 因为孙力军是分管香港警察, 海关, 人民入境事务次这一摊, 他是公安部的副部长, 他现在下台之后, 他当然没有影响了, 以前对香港警队, 以及人民入境事务处, 海军等等这几个部门, 绝对是有影响的, 但是现在的情形, 新的人, 我又不知道是谁, 又不知道他们关系怎样, 我想他只是, 包括在官场上的事情, 他权力来自哪里, 就向哪里望, 虽然以前你跟孙力军, 可能跟他们很fan, 或者说, 对他的影响力很大, 但是一旦孙力军陆台之后, 他没有可能再会听孙力军那一派, 或者那些马仔的话, 他一定是听这个新上任的头头的话, 所以直接的影响, 我觉得是不会太大了。